还有一个,来往下走,我把这去掉 列裁剪与分区裁剪,什么叫列裁剪呢 咱们存的都是框表啊,你不要来个这儿了 你觉得合适吗,我来给你们试一下 我现在在这个裤下面对吧,那我就不带裤名了 来,回车 完了,他一会就挂了,就是说什么超出那个大脚 好,那他慢慢跑吧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一百多个字段呢,一行 一百八十个字段,这张表一百三十个字段 天哪,不要这么玩 不要像我这样玩,不要轻易尝试 那如果你觉得官网,你想试一下他 是吧 我也来试一下他 我省得他报错,我先写个顾名 过了好几秒了 好多秒了 好了,我感觉 他不是查询骂,他是打印出来骂,你知道吗 他是打印的骂,不是查询骂 你看 人家出来了,但他 你看拉过来这么多个字段了 他至少出来了,对吧 这是click house的一个优秀的地方 他查询很快,但是你不要在这打印 你看 上面 好,这是一个啊,裂裁剪 那如果另一种叫什么,分区裁剪 什么意思啊 能够提前过滤就过滤嘛 咱们爱譜经常怎么用啊 避免分 全表扫描 那是不是见了分区表 那咱们写色口是不经常为啊 分区是为多少,对吧 通过这种方式 那么目前咱们学了,咱们是不是 可以prevay啊,对吧 然后分区怎么样,怎么样 这么来用 查询几个字段 来吧,我们在官网跑吧 刚才明显跑很久,对吧 你不可能宽表所有字段你都要 比如说你现在业务上查出来 你要查这几个字段 十来个 还是这张表 heats 好,执行 你看效率有没有高一点 是不是快多了,明显 当然它这个官网好像没有那个时长统计 哎呀,拉不动了 不是 它就是不显示 不显示就比较合心了 我拉到最下面 它不显示完全 它应该是只显示这么多条 8000多条 这玩,完事没有 完了 还没有完事 发电话怕崩了呀 我试过 大概是在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就 就报错了 然后重连click a house 过滤条件很简单,对吧 加一个 过滤条件 这个我们也跑一下 哎,这个event day 是不是它的order by字段 不是,是它的partition by嘛 对吧 那如果不确定 咱们来丑一眼它的什么呢 见表语句嘛 pids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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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记事本打开 往下拉 直接拉到最后面 partition by 看到没有 event day 就通常这么来用 也是商场上比较推荐的一个方法 那既然控制台不行 那我就跑这儿 把它粘过来 是不是也快多了 就是从不同层 层级去感受一下 快多了 乱七八糟 好,这个没啥好讲 那我们再讲一个注意事项 order by 不要单独使用 hive是不是也一样呢 hive如果你单独用order by 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reducer 全局排序 可能内存就爆了 对吧 那咱们 其实你对一个数据排序 平常是不需要直接输出的 你要对数据结果排序 一般是不是去前几个 也就是top n问题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依赖于limit 对吧 hive是不是order by 你要用 你就结合limit用 原格模式也可以限制它 对吧 那咱们同样的 对千万以上的数据集 进行order by 搭配Wear跟limit一起使用 对吧 咱们抽一 看不见 跑一下看一下 看不了 逼我 我再开一个 我这都卡死了 哎呀 点不了 关键呢 你还不让我停 你打吧 不管你了 可以痛了 哎呦 我进来了 其实他早就查完了 一直在打印打印打印 烦死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有时间统计 他少了处理了多少条数据啊 八千多条吧 为啥 因为咱们是不是读业了一下 对吧 数据集是不是减少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 这里我就不加Wear也不加limit 处理了多少 虽然他很快 但你要看他处理的数据量 因为我这个soucle语句比较简单嘛 这里是多少 八千万 对 八百万 也就是全 他是不是进行了全表扫描啊 对吧 没毛病 那如果加个limit呢 有用吗 有用吗 我们看他扫描多少 比如说limit一千 没有用 limit是不是最后才过滤啊 但是速度是不是快一点 你看啊 这个0.8秒 加limit呢 0.028秒 它底层也是做了处理的 它并不会一下子 它并不会一下子 全部处理一遍 那我们单独 Wear就不用单独测了吧 Wear是不是肯定会过滤掉数据啊 但至少咱们现在也测出来 单独结合limit 效率明显的 有一个质的提升嘛 前面是多少 0.8吧 我记得 0.8跟0.02 十倍吧 对吧 所以跟注意点一样的 那如果你两个一起用 那是不是 挺上天花 对吧 放上天